是火灵的苏醒 以后藏着你入骨 我随我死因的路 也离开早安 在火灵的片尖 为我摆着练习 只能流到我地方 只能无法埋怡 明显 明显 要望飞 这次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 永远 只能往往远远 如果从事都不久 所以不知天堂 只望看我清早地 再写你水灭 朝着我停着休息 以后藏着你入骨 我随我死因的路 也离开早安 嘿嘿哦 嘿嘿哦 祝你与我同开 你一张和你一张 只能安慰我 嘿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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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 永远 只能永远 嘿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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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与我同开 你一张和你一张 只能安慰我 嘿嘿哦 嘿嘿哦 你一张和你一张和你一张 只能安慰我 從今到永遠 從早晨到夜晚 我要稱讚你 讚美你 找看 找從我這個開眼睛 就想要跟你說 主耶穌 耶穌是我的誰 謝謝你 讓我在這邊可以敬拜你 現在最後我們來猜這個手 從早晨到夜晚 開眼睛 渴望你聽你的聲音 請就此向你一航 等我與你來親親 夜晚 夜晚我仍要歌唱 想你彈你我心裡 請在畫成一首歌 等我要唱給你聽 從早晨到夜晚 你愛永不知心 你愛永不知心 請愛主 一聲緊緊跟隨你 你愛永不知心 我愛永不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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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早晨 我愛你 從早晨到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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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跌到大陌生 親愛主 我要成熟的美麗 從早晨到夜晚 以愛永不止息 親愛主 一生靜靜能隨你 親愛主 一生靜靜能隨你 請坐下來 耶穌基督 將世為了 使得自己 做世人的書家 回憶是能得救 明白真道 回憶 忍心 恆感 都明白 天父的愛 實在精彩 天父的愛 實在精彩 要能明白 自自想愛 天父的愛 永不離開 我親愛的小孩 我要如何將你繞擺 你是多永遠的寶貝 我的喜悦從你而來 每當我 永不離開 我要給你 全部以愛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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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 只願明白 這就是愛 天父的愛 天父的愛 實在精彩 天父的愛 習在精彩 天父的愛 實在精彩 天父的愛 愛 iste在精彩 要的平白 自自下 있는First 要人明白撕撕下來 天目的愛 永目的愛 誓約時的 都明白愛 神愛世人 神愛不是愛死 會是能做得寡人節 要是明白 神的愛是你個人的殘酷和高雄 人世間的情愛都會過去 只有神的愛 永遠守候 永遠溫暖 天目的愛 實在 精在 天目的愛 永不離開 天目的情願作為 即便是人 都明白愛 長到喔 我親愛的小孩 我親愛的小孩 我要如何向你表白 你是我永遠溫暖 永遠溫暖 我的喜悅從你而來 每當我 永遠溫暖 我要給你 全部的愛 不管天目的愛 如何看待 只願明白 這就是愛 天目的愛 細在精在 要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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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下來 天目的愛 永不離開 永不離開 只願使人 都明白愛 天目的愛 細在精在 要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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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自己下來 要人明白 自然 都明白愛 要人明白 此次下來 天目的愛 細在精在 要人明白 jobs四日 天不抵抬 永不抵抬 只愿使人 都明白愛 只愿使人 都明白愛 天不抵抬 永不抵抬 哈勒雅 你一起來祷告 今天阿爸父神我們感謝讚美你 阿爸父神我們讚美你 你是有豐盛憐憫慈愛的神 阿爸父神我們讚美你 父神謝謝你 謝謝你你現在就在我們當中 你現在就來享受我們的敬拜 享受我們來向你見上的讚美跟感謝 父神我們邀請你來到我們當中 父神我們邀請你的聖靈 大大的充滿在我們當中 父神我們邀請你的聖靈 大大的運行在我們當中 主要讓每一個來到這裡的弟兄姊妹 主要我們每一個人空空的來 今天要滿滿的回去 現在聖靈謝謝你 我們可慕神的愛在我們當中 現在聖靈求你來交換天父的愛在我們當中 我們求你來交換耶穌基督的愛在我們當中 主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就被神的愛來充滿 每一個人的心就被神的愛來觸摸 主啊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 主啊我們不是靠著自己能夠做些什麼 主啊乃是因為你的愛在我們當中 乃是由你的愛先來充滿我們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今天早晨就用你的愛 大大的來交換我們大大的充滿在我們當中 主啊讓我們就來經歷到天父的愛是 何等的甘甜何等的美好 主耶穌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今天早晨主啊 你就要向我們顯明你自己 向我們顯明你是那位 照顧我們的主耶穌 你是那位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用無條件的愛來愛我們 接納我們的主耶穌 親愛的聖靈謝謝你 謝謝你每一次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你就來親近我們 因為你的話就說我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我們 親愛的聖靈謝謝你 謝謝你現在就在這個當中 謝謝你現在就與我們同在 謝謝你現在就來向我們心裡說話 我們把今天早上的禮拜交在你的手中 願你親自講王權居首位在這個地方 也願你來高某蕭忠軒傳道的口 主啊讓他釋放出來的話語 是從你而來的話語 讓他所釋放出來的話語 就如同兩人的理解一樣 刺入人的心中 主啊讓每一個人領受了你的話語 每一個人就能夠行出來 每一個人要來更認識你 都能夠來更愛你 謝謝你願你運行在我們當中 願你運行在整個聚會 來觸摸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好讓我們更愛你更可慕你 謝謝你運帳道 好好感謝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 我們起來 獨屍獨心經請起立 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明感人 由從聖明瑪利亞所生 在本丘比拉多手下受難 非定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將在陰間 第三天復活神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一降臨 神盼活人死人 我信聖明 我信社會公職教會 我信神徒相同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神地復活 我信永生 Amen 請坐 我們一起來讀 聖經《馬太圖雲》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二十八節請 滿龍老虎當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健肥 你們當附我的惡 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惡始終已分 我的待死是欣神的 今天 聖經傳到要求我們正到的題目是 得享安息 好 你們一起來祷告 廟人得享安息的父 謝謝你生殖我們的勞苦重擔 知道我們要面對的困境與重擔有多少 今天我們來到你面前敬拜你 求上帝挪去我們所背負的勞苦重擔 使我們在這時候心裡完全放鬆 將操心的事卸下 單單來到你面前 專心聆聽你的話語 做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使我們的生命再次 因著你的話語 讓我們心裡得享安息與平靜 將祷告或是奉靠請求你來全 謝謝 今天這個主題我想應該是 危險的方式想看你這個經文 每次我如果有勞苦重擔的時候 然後看到這個你就覺得 怎麼樣 就是覺得被愛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所有勞苦重擔都被愛的那 那我現在問你 好我現在問你第一個 來我先問大家 你有沒有背負好多的勞苦跟重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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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來 很多 很多 好 大部分我們會背哪些 大部分 才免有鹽漿漆腸 都會擔憂對不對 身體都會擔憂 但是對阮老師來講 應該不會擔憂太快 好 你知道之前我們做在我們當中 譬如說好 今天榮茵好了 榮茵 榮茵過去曾經有腦部的血管流 對不對 對他來講喔 他有沒有勞苦重擔 有 有什麼重擔 健康上的壓力 對 健康上的壓力 對不對 然後因為這樣子 他語言上的溝通 跟人的相處 然後別人怎麼看他 活形問題怎麼看待他 這個都是為什麼 他的狀態被壓力的 那我們看那個誰 之前 蘭惠 蘭惠的先生 還記得嗎 蘭惠先生 以前都坐在這邊 然後先生有沒有出一個車禍很嚴重 才一直都沒命對不對 好 你看喔 他這樣的狀態 他的重擔是什麼 你看他一個車禍之後 他就怎樣 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他現在都要做出界 做出界了要花錢 然後他本身本來是在賺錢的 突然間都沒了對不對 工作又有壓力了 然後要少工作又很不容易 因為他已經這樣的狀態 所以你看 他就有很大的經濟的負擔 這個也是他的老土狀態 不是嗎 這也是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他之前 那個月后解釋 他的孩子 還好是救回來了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他多老虎 多重擔 因為他這個時候 擔心得不得了 你就看他在病房裡面 那種嬌逼 那種害怕那種感覺 那種勞苦的樣子 那個重煩的樣子 完全是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生命當中都有很多的重擔 也有很多的勞苦在當中 那我今天特別對勞苦 那當你有勞苦跟重擔的時候 說真的你的心要安息 容不容易 你看那時候都看到那個誰 連我姐都是焦慮的 我們那個表情都是很緊張的 因為那個醫生看完之後 就想說糟糕了 我這樣子不曉得 有沒有辦法過得去 就沒想到他竟然安然了 讓他喝入氣力 本來記憶完全上癡 慢慢記憶一樣一樣回來 那時候他才 啊 卸下重擔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拼命的 老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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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是透過捨 那最近那個誰 佳清姐 他的孩子啊 8月19號 他因為考上中醫師 不管 考上中醫的學士後的 後中醫 考上要去讀書這樣子 很不容易中醫啊 那8月19又在我們當中 所以他也開始在焦慮喔 欸什麼事要幹嘛啊 什麼在做什麼啊 所以最近都是 腦筋很操勞啊 那也是一個重擔 雖然是一個喜事喔 但是他仍然會有壓力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在我們生命當中 遇到任何難題都會有什麼 這個重擔在我們當中 你都會想好多 所以你都會 擔憂啦 或者是 重擔 一個重擔在那裡 如果這個重擔沒有過去 你就 沒有辦法再往下 一個地方走 所以就是 一直都縮起在那個地方 所以 要安息 沒有那麼容易 好 好 那 那 你會發現說 其實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 來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得享安息 今天主要就是讓你 從這個經文來 讓你知道得享安息 其實我過去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在看 我就覺得光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難做 但是你知道嗎 我後來去查經 我發現說 唉唷 不是這樣耶 他講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部分 那我們來說這個社會背景 其實他這個之前 在十一章這個地方 他已經講到 到二十節那時候 大概講到說 其實耶穌到處都在傳福音 然後傳在加利利附近的那些 周遭的地方 那有傳到哥拉遜那邊去 還有傳到加百能 還有傳到波塞大 結果他去傳福音的時候 怎麼樣 這些人怎麼樣 都拒絕他們 你看 傳福音會不會被拒絕 會 對不對 我們當中也是 我們常常去傳 但是也會被拒絕 當然他沒有拒絕的時候 我們就很開心 可是他拒絕的時候 我們就很難過熱 那耶穌去傳 你看耶穌去傳 也會被拒絕 那被拒絕的時候 這些人都不悔改 因為他們犯了很多罪 然後他不約悔改 他傳了天果道理 他也都不理他 所以這些人都不理他的 所以耶穌會不會很傷心難過 所以神父有禍了 有災禍有災難 所以耶穌就責怪他 所以他前提之前 也有這個前提的 因為被拒絕 那有那個文士跟法利塞人 也是一樣 也是都在拒絕 因為文士跟法利塞人 他們是做什麼的 他們會受什麼 律法 所以他們一直守律法對不對 你看喔 這個基本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他們一直在守律法 為什麼耶穌都很討厭他們 他們是有守律法 而且這些人還要叫 這一群人喔 成另外的這些 就是要叫他們說 欸 我跟你講喔 你們在守律法之外 他還額外加上 不是在 你知道我們守律法裡面 我先給你看這個東西 律法裡面其實 你先說這個喔 欸 這個 你先說一下 欸 等一下 嗯 好 我先等一下 其實律法裡面有613條 那他除了613條 他還要額外加 有的沒有的法律條文 那個都是不確切的 沒有被規定的 他還要壓迫他們 還要叫他們 所以你知道嗎 所謂的老鼓動彈詞這個 就是要叫他們一直在守法律的條文 這些律法 所以以前我認識的那個環保護觀眾在 跟現在所看到的不太一樣 我以前不太知道 我以前不太知道 我就這樣滾過去 因為沒有查查考 那現在去查之後發現 欸 不是這樣 欸 是勞苦戰鬥 是那一些 就是別人還要叫他們守這些勞苦 所以我等一下來講這個部分了 所以他們就要求他們要守這個律法 而且要求他們守這個律法 守到他們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大 這個是一個壓力 這個是因為守到已經很辛苦 我先問你們 守時戒你們有沒有守 沒有 哈哈 你還講說 沒有 光守時戒 其實這些禁令當中 最重要就是十戒 你知道嗎 那我們常常在念的那個什麼 彼此相愛的禁令 還記得嗎 你們要怎樣 盡心 盡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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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對不對 這第一個嘛 第二個是什麼 要愛人盡盡 其實這個就是所有律法裡面最重要的 這些是全然的 如果你真的都守了 其他那些東西 大概幾乎都比較容易 可是光這兩條就 怎樣 太難了 光這兩條就太難了 好 不管怎樣 有些我要說的就是說 就是要守這個律法 那神也是要叫我要守這個律法 他說當你守這個律法 你才能夠得享你真正的安息 是這樣的情況 那 我要再講另外一個前提 重點是什麼 耶穌所做的任何事情 他守這些律法 其實他一般來講 他是從這個律法來的 他說來我們這個聖經節要來念 因為這個經文要念到後面去 才會覺得連結在一起 對不對 來 耶穌說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父我的 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按子所願意指示的 沒有人知道父 好那我問大家 耶穌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是說 他最尊重的是誰 父親 那父親是誰 就是上帝 他最尊重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如果沒有叫他做什麼 他敢不敢做什麼 他是不敢的 所以你看喔 他是尊重父 所以我們說三位 聖父聖子聖子 到底有沒有一樣 其實聖父聖子聖子聖子 當然是三位聖母聖子 但是就我要說就是說 三位聖母聖子 觀念其實很不容易了解 我們今天也不用了解太多 我也講不清楚 連那些神君家講不清楚 我都講不清楚 但是呢 我要說聖父就是聖父 聖子就是聖子 其實他是有位階的不同 還是有不同 他就是要聽爸爸的命運 爸爸的期待 爸爸的要求 所以他所父母都是他被啟示的 所以聖子聖子怎麼啟示他 他就怎麼怎樣教他 他的 那他也用這樣子來 所以我們說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怎樣 如果你沒有借著我 沒有人到父那裡去 所以你看他就是那個中間者 他是帶你往 就是他是中間者 那他把父母 就是把我們帶到父那裡去 那今天也是一樣喔 這個經文也是在跟我們講 這個父 這個父給子 是交父的意思說 他把一切所有交父給我 是怎樣 傳遞啟示 把上帝的啟示 啟示給你 所以他也是把 耶穌也把啟示的道理 啟示給我們 然後透過耶穌 然後讓我們能夠跟神認識 所以重點是要認識誰 父母 是讓我們透過我們認識父母 這很重要的觀念喔 所以這個經文聽起來 就跟原來我們想的不太一樣喔 我們看父跟子的關係喔 就是這個經文要這樣子看喔 我們說 凡老虎 我們看前面喔 凡老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將什麼 父向你們所啟示的 然後信靠我 你就會找到這位神 那你接受我 你們就接受我生活法子 這個時候我就是什麼 在講律法這些事 就是神要我們守的這些職義啊 他的道理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要守的 這樣你們就得享安息 所以重點是得享安息 是要透過這樣的狀態來得享安息的 就是你有守這個 遵行這個神的職義 才能夠得享安息 那這個時候才接任 這個才接任 這是剛剛二七景 這個是二十八景 接下來的 那十八景你們講到說 好 這個大家會來 我們一起來念一遍 來 凡老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好 看到這個 什麼叫老虎重擔 我先說一下 剛剛我們在起居力的時候 我們就有很多老虎重擔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現實裡面的老虎重擔 如果去查原文的話 他就講說 一個很疲乏的 很困倦的 工作很辛苦的 很勞力很奮鬥的 這些東西都是 但是呢 在這裡最終是指什麼 是說 這些人要被要求要去行律法 要行律法這些事情 然後呢 這個行律法做很多 六百一十三條 額外還加很多鐵 他們好累 他們好累 好疲乏 然後成為他們的重擔 成為他們的壓力 成為他們的勞苦 這樣很清楚 所以是做這個讓他們的勞苦 因為手那麼多的律法 讓他們覺得很辛苦 很辛苦這樣子 好我們再來看 那是不是要當重擔 他說你再重 然後背負 背負 承擔背負 然後呢 這個是在講說 大概也是一樣 就是很多的慣例 很多的壓 很多的那個什麼 過去的條例裡面 然後呢 沒有根據的條例 他也拿來要求他們 起律法 就是文士跟法律賽 也都是要求他們 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做的 疲疲疲疲疲疲疲 他都守不來 有人說守不來 你知道嗎 613條文 我進去看613條的條文 我看到很多婚的你知道嗎 你們去那個什麼 Google去找 614條 摩西的法律 總共613條 你去看那個法律 你必要包括什麼 好等一下我來講 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文士跟法律賽 加在重擔裡面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 訓令 總共這個是摩西 就是上帝 管給摩西的時候 這個法律裡面 不是辦十戒嗎 那其實 有這麼多東西 十戒是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最重要的 那他有分訓令跟戒令 訓令有248條 那戒令有360條 就是不可怎樣 不可怎樣 就是戒令 有沒有多 很多 那是包括哪些什麼 譬如說 獻祭的東西 或者是有關聖殿的事情 或是守安息日 對上帝的敬虔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要去守 很多細細節節的 所有猶太人 所有社會生活的法律 都要去守 所以你知道要守多少 我剛剛去看那個細節有沒有 你們去看看 你就知道猶太人多辛苦 很累的 真的是勞苦被種蛋 真的是勞苦被種蛋 那又有講到說 我猶太人怎麼樣處於上帝跟人的關係 還有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都我講 連婚姻喔 你不可以娶誰請 不可以怎樣 你不可以跟誰在一起 不可以全部都講 光婚姻那條就已經十幾條戒令 光婚姻喔 婚姻跟家庭那條就十幾條 所以有很多人 我請求你們回去查 我本來想說 六百一三秒給你們看過 我看過大概就昏倒了 你們就昏倒了 所以你們回去查 這個有資料再給你們去查 這個是 所以就是界定就是 就是要守這麼多東西 所以才會讓人家 會覺得有孤單 會覺得壓力有這種孤單 好 那要使你得了安息 這裡的安息是在講什麼 就是說一個人呢 能夠把這個什麼解脫 就是他身上擾骨之後 能得到解脫 這是第一個做法 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休息 我們如果有人過世的話 都會講安息有沒有 那這裡是在講一個 就是你不用再活了 就是休息那種休息 但是這裡不是講這個 這是靈體心裡面的 這裡是講說你可以放鬆 可以放鬆可以自在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你可以重振其力 重振其鼓 你可以重新得力 那個安息也有這樣的意思 那 因為我說 好像使生命再復蘇 那個枯萎的 然後突然間怎樣 因為被重很多重要 累歪了對不對 可是突然間又有力量了 那個也是等的安息 所以這個很重要嘛 那我們昨天去爬這個什麼 北風 我來看一下 這是我昨天照的一張照片 照的 我照的 不然 我跟你講 我就爬不上去 我高山正 那高山真的疲累了 人家都全部都爬到頂端 而且在慶祝那個成年禮 全部都喝完這個盛餐回來 我就在當中 因為我實在是在那邊等他們 因為我這樣走到一點 不然他們已經從那邊要下來了 我就只好在那邊等 啊等的時候我就會照相 好 在那邊的過程 漂亮齁 我還照著這樣不夠漂亮 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沒登上頂 我至少照了一些東西回來 對不對 也讓我覺得很聳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也很享受 說真的 沒有人跟我在一起 但是呢 我女兒也都走了 一個燈登頂 然後另外一個在1.3公里在那邊 他不是陪你嗎 他不然陪我啊 他陪到最後他自己 想要跟他們走 所以就說你跟那邊好 我就他們說沒關係等等 結果他等到1.3的時候 人家回來了 他就跟著我回來 所以他又要登頂 那他也高山正 他也有 他說媽媽都是你遺程給我 好的都不遺程 遺程都壞了 高山正可以吃掉 對 那時候就不知道要吃掉 好 沒關係下一次 反正喔 真的覺得 欸 去爬了知道喔 那個登山的時候 就走一路上為什麼 那個腳如千金獸 喔 爬得我淚歪歪的 真的是淚歪歪的 昨天回去都這樣子 躺在那邊 想要準備講到那邊 都就沒力氣了 真的是這樣 好 但是我為了 我為了 為什麼要到這張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去那邊有得安息 我有重新得力 雖然體累 可是心理上是快樂的 我雖然身體很累 但是我心裡是快樂的 才知道啊 所以我告訴你喔 當你老苦丹重丹的時候 你看像這個誰啊 那個窮香姐 我告訴你喔 他一天大晚都跑出去外面 就是上帝啊 治療他 對不對 他都去親近大事的 我看他們全家常常出去 外外出 我就覺得很感動 其實這是好事 因為這個親近大事的 你那大自然有療癒的作用 真的 我以前我心生生病的時候 我都每個禮拜都帶他出去 山上回 去山上走 山上走 山上走完之後 就重新得力 這是什麼 得安息 真的 就真的得安息 我身上感覺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你要重新得力 對不對 譬如說一件事做完了 你也覺得嗯 重新有得力 所以那個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好 那 後來有講到說 第一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得安息 他說 我要心裡怎樣 柔和謙卑 來 柔和謙卑容不容易 看 柔和謙卑容不容易 你的很厲害的時候 要叫你謙卑就很困難 對吧 好 好 你看你以前說話 他們都是這樣 平平靜靜靜的 要柔和嗎 不然你膽帶 對不對 我記得喔 你知道我一次喔 我的同學 然後他六 同學 他從我同學 比我小兩歲 然後他結婚的對象 是一個快要七十歲的一個老朋友 你知道嗎 有一天喔 他們還沒結婚喔 還沒結婚 然後呢 我聽他在講電話 我就說 你們兩個怎麼了 因為他要來找他 他才給我找電話 聲音很大聲 我想說 是不是吵架 我就說 你們兩個吵架了嗎 他就說 沒有啊 我們這樣溝通 都這樣溝通 他說他從小到大 家裡溝通都是 明明表白就是 你來我來 你來我來 這樣聲音很大聲 坑加有力這樣子 然後我說 我們沒有在吵架 可是我聽那個語氣跟聲音 我都覺得 如果今天那個聲音在我家 我就混倒了 我真的混倒 因為很 我就覺得好像 我的被罵的感覺 事實上他之後 他沒有在罵人 我說啊 這樣沒有罵人喔 你看 就是那個原因 那家裡的背景就不一樣 所以要融合喔 還不像人家 他說可是叫你叫我 叫你像這樣講話 我就不會講 他說他不會講 我不知道怎麼講 那個比較親生性的聲音 就講不出來 所以每一個人喔 真的不太一樣 柔和千非 他說學我的樣式 那個樣式是誰 學誰的樣式 就是要柔和千非 然後愛人愛神 這個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可以得想安息 好 我把這個柔和千非來解釋一下 他講到說千非喔 千非這個事情是 就是他成為牛腹 你看他是不是成為牛腹的樣子 他雖然是 他是高的 可是當然他把自己叫為低 對不對 然後成為牛腹的樣子 還不是我的 不是這樣嗎 這個馬太的福音 也有記起來這樣的故事對不對 還是很好奇的福音書 都有寫到這個故事嗎 好 另外的故事是怎樣 他謙卑是因為 因為他都不敢違背父 他不敢愉悦父 父說什麼 他就做什麼 我在查那個約翰福音的時候 牧師在查 可是我在查 牧師在查約翰福音的時候 他都把這個父母講得很清楚 那個父母那個權柄 那個不一樣 他講得非常的厲害 你們真的要參加那個查經班 我覺得 牧師那個查經班 我覺得很好 至少我覺得 我至少對我來講 我覺得常常被他挑戰 就是被他挑戰 就是被他挑戰 然後有一些觀念 我以前沒有想過的 都被他提醒 我就覺得 欸 對 這樣子對 所以你知道嗎 欸 耶穌是一個非常有沒有 非常尊敬福的人 非常尊敬福 所以我們也一樣 人家耶穌都這麼尊敬呢 我們根本是要尊敬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熟福而染的 那耶穌也是從父而染的 我們是這樣吵架的 所以我們要這樣這樣回去 所以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耶穌對人的那種體諒的心 你看喔 我們是罪人的時候 他就這樣愛我們 他就這樣揭露我們 而且呢 他寓意拯救我們 譬如說 你看到一個罪犯 你會覺得 最好跟他怎樣 撇氣關係 都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如果我的孩子 要跟他的孩子在一起 我一定說 你最好不要跟他在一起 要不然你會覺得 我會帶換人 對不對 可是那耶穌沒有欸 對不對 耶穌怎樣 是去體恤的 去了解的 去接納他的 耶穌都是愛在先 雖然他不喜歡這個罪的行為 但是他都愛在先 因為愛改變他 然後那個罪就怎樣翻轉 因為他被拯救 愛就 因為這個愛 你都抑制這個裡面的過散 所以他就 原理他就被原諒 所以那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需要怎樣 被翻轉 我們都是罪人 對不對 我們都是罪人 可是神就是 按照我們本相來接納 不是嗎 你看我們多幸福 被接納是按照本相 那我問你 你有沒有辦法按照別人的本相接納 人家他就個性很急 那你要 你是很慢的 你就要改他 要把他練慢一點 這樣可以嗎 是的 就是按照本相愛他 按照本相愛他 這是很重要 我們生命當中 你看耶穌是這樣子的愛你 那這樣體恤我們 了解我們需要 所以你看他這樣心裡柔和謙卑 是這樣柔和謙卑 所以柔和謙卑沒有這些意思 這些都是愛謙 而且他怎樣 很溫柔 他說話都很溫柔 所以講話說溫柔 也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這件事情講到 耶穌很多的時候 生命的表現裡面 他是怎樣 這是耶穌的性格跟特質 人格特質 那我們有沒有這個人格特質 在我們當中 很重要 如果我們這些人格特質的話 我相信你的人際關係會變得很好 你相信 如果柔和謙卑 能夠體恤人跟別人 住間裡好的關係 然後又能夠怎樣 又能夠很謙卑 然後不驕傲 又能夠體恤別人 接納別人 如果你是這樣一個人 我相信你的人際關係會很好 對不對 很重要 好 那耶穌在講這個事情 不是只有此 能格特質 還有怎樣 他生命的態度 他所彰化出來 其實就是愛 說出來的 其實就是愛 因為愛 說他可以 能夠融合前非 如果沒有愛 要融合前非 也沒有原因 但是有一些愛 你會發現 有公義的愛 通常都會發出這樣 奮力的生命 對不對 耶穌有些時候會發出奮力的生命 是因為 這些人犯錯的時候 他們才會要保證他們 所以有些時候 媽媽講話很大聲 在罵小孩 其實他背後也是愛 也是愛的 所以耶穌有這種特徵 那這個是另外一面的特徵 好 那說你要自我的惡 那這個惡是指什麼 我們如果 以前我們 我們看過那個什麼 牛車 那牛車 在那個 牛的這裡的地方 有一個東西是木製的東西 那你跟那個怎麼說 那個台語有什麼說 來 是一個台語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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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個東西 把它圈在他的脖子上的 那個東西 然後呢 要拖嘛 拖後面的這些 他所在的東西 在的物品那樣子 所以其實在拖這個過程 他在講話 這個惡 其實他是 他說 他會希望 不要超過他的分量 就是合適的意思 就是合適的意思 不要超過負惡 那在這裡講的惡 是在講說 你們要負我的惡 這個惡是怎樣 要順服神的律法 這個跟我以前想的不太一樣 就是要去守 就是遵守神的這個律法 這個是我們說的 他說我們要負他的惡 就是跟神一起遵行神給我們的旨意 就是這些法律條文的徽章 我們一起來遵守這些東西 好 那這裡講到我們惡這個部分 那這裡有拉比 拉比的律法 拉比的律法 他在講到說律法的惡 這個律法的惡 還有耶穌的惡 這兩個惡不太一樣 這個拉比的惡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六百多條的那些東西 那另外的部分是怎樣 耶穌的惡 他說耶穌的惡 他說耶穌的惡是但你可以承擔的 那這些拉比的惡 他可能加很多東西了 這些也許不是你所承擔的 但是呢 他說你只要跟著耶穌走的話 你就能夠得到安息 所以你是順服神的心力 你就可以得到安息 所以你要向他學習 他說 他你會發現說 他的惡不是重大 所以就是手這個律法 就不為什麼是給重大跟壓力 就像就是愛你一樣 你就愛人 你就不為什麼是給壓力 那你就自己有了 好 他因為我的惡是容易的 我的膽子是輕神的 這裡講說我的惡 我的惡是容易的 是容易之者 我的惡 我的神的律法是好的 是好的 是你負擔得起的 所以既然我的惡是容易 我的什麼 但只是輕神 意思是講說 你負擔得起的 那剛剛那些說 然後我會被重大那些是 你負擔不起 可是你願意遵守神的律法的時候 用神律法 不是拉比這個運算的話 你願到做 你就能夠負擔不起 所以這個有沒有跟我一起 我現在就是 環繞和肝重大陸 不太一樣的心境 不太一樣的心境 這個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個就是在講 我們剛剛在講這兩個 這的話 這我們就不再講 好 那我們要得享安息 我們再把這個鏡頭 再從口再看一次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概幾個項目 我來學 如果你要得享安息 你心裡面得到覺得真的很安 很重新得利 然後安然放下 能夠這樣的話 就第一個 就是又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那就是這樣 放下自己的主權 好 環繞主權交給秘書 然後你看來到 所以你要說 凡老虎丹眾 你知道嗎 到我們這裡來 所以這個來的意思是怎樣 是你要到神的面前去 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學會交通 是做這個事情 你要會來 你要會親近神 那你不親近 那就沒了 你靠自己 有的人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嘛 所以他前面有講到說 如果你是一個聰明的人 聰明通達人 神說我剛剛講 他反而你會 他會對他隱藏 因為你都是靠自己 你不會看神 太聰明的人都會靠自己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發現 每次你覺得自己的保守 處理到最後 沒辦法就是說 神啊 要辦這個怎麼辦 有沒有通通通都這樣 我們都不會說 神啊 你這怎麼辦 然後我們再來處理問題 或者是自己的能力處理完 不行的時候再來求神 所以剛好可以倒邊 所以就是 我們要來到神面前交通 當然你的能力犯愁可以做 當然就是靠自己去面對 神給你的能力 好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是怎樣 你要正面的想法 這個想法是什麼 當父母的惡 學我量事 就是你要跟 跟隨神的律法走 遵行他的旨利走 你這樣就是要的旨利走 然後呢 學習他柔和謙卑的樣式來對待 那這樣的話怎樣 你的生命裡面會說 就會得祥安息 這樣就可以得祥安息 這樣就可以得祥安息 第三件事是說 因為你是你的 因為 因爺書的淡定 因爺書的惡 我的惡是容易的 因為是好的 這些律法是好的 然後是自己負擔的情 是親神的 不會太會立的 不會太會立的 所以只要你遵行神的旨利 然後順復神的命令 你就怎樣 得祥安息 所以你要得祥安息 所以你要得祥安息 所以要怎樣 來到神祕前 焦點元息 然後呢 那就放下的事情 再來是 學我的樣式 那個樣式是什麼 柔和謙卑 就是學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 蛋子 你的惡果的蛋子 這個都是容易跟其神 這個就很簡單 只要你遵遇神的旨利 你有沒有發現 在生命當中可以得到自由 你沒有留在生命裡面 你就沒有自由 你不用這種心態來想 你就發現不太一樣 好 那最後呢 就一個結論 就是說心理安息 並不是說你的內在 就是 並不是沒有做我的內在滿足 就是好自己滿足這樣就好 不是喔 它是一種動態的狀態 那就是 它在講的說 你要遵行上帝的旨利 你就能夠心裡得到安息 所以耶穌告訴這些人說 你只要負起我的惡 我的蛋子 是親手的 是容易的 是這樣子的解釋 那你的心就可以聯想安息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期待我們每一個人 這一個經文一定要背起 每次你有勞骨中斷的時候 你就想到這個經文 我的蛋子是容易的嗎 我的惡是容易的 我的蛋子是親手的 就是你用這個經文來 所以我今天要唱這首回憶的時歌 心中得安息 對 這首歌叫心中得安息 那西歐唱了之後 你就把它背起來 你煩到任何地方 這首歌就只有你的力量 從你的幫助 大家一起來一起吧 有機會這首歌 也可以當現實的 有機會 煩惱 煩惱 苦難中的敵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是你的安心 我就是你的安心 你的安心 我的安心 我一切實肉依你 我一切實肉依你 我的感慈是情生命 我的耳是肉依的 我的感慈是情生命 很保護的總統的人 和你到我這裡來 我就是你的安心 很安心 我的耳是肉依的 我的感慈是情生命 我的耳是肉依的 我的感慈是情生命 煩惱不擔中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是你的愛 更安心 好這首歌也滿喜歡 然後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給我們這樣一段聖經的話語 當我們看到這聖經的話語 煩惱不擔中擔的人 到我這裡來 我就要使你得來一喜 因為你真的是告訴我們 你的耳是容易的 你的耳是輕生的 我們這個是命運之高 當我們追起你的職業 而行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的生命裡面 就更能夠享受到 靈裡面的自由跟滿足 那個心裡的釋放跟放鬆 主 我們願意真的是 一生行在真理當中 一生走神的心力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就會有更大的 更理在其他的快樂跟滿足 那個心裡面得到 真正內在的滿足就是 唯有遵循的職業者 我們的老苦但重大 我們就能夠卸下 我們就能夠永遠的 安息造人當中 和我們所有的 我們德教總在 bringing 圳利大到最福在其中 這樣禱告 都是奉靠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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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接下來是金句 Mont部 那我們一起來讀 advisors 11 章 28 節 請 凡你們老苦當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台語請跟我一起來念 你娘就我等待待待 你娘就我等待待待待 就祝國我 我要給你安憑 英語我們請慧如指示 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weary The bur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好 接下來我們去奉獻